朋友们好 美国橡树林国家实验室 最近又取得一项突破 科学家们仅仅用了20分钟 就一辆现代科拉电动汽车 充了50%的电 你可能会说 这有什么了不起 丰田还说固态电池 10分钟可以充到80% 问题是 橡树林用的是无线充电 无线朋友们 这要是一天了吗 很多朋友可能还无法理解 无线充电的重大意义 以及未来的宏大景象 这么说吧 我感觉有线充电 可能只是一个过渡 无线充电才是人类的未来 未来人类社会将可能进入 无处不在随时充电的 无线充电时代 不管是你的自然设备 还是电动汽车机器人 只要往无线充电的标志处 一停一放一贴 甚至就放那儿什么都不管 几分钟后就可以满血复活 因为未来可能会进入全然电动的智能时代 充电将成为最基本最频繁的需求 有极大的可能会普及成为最方便快捷的无线充电模式 你可能会不以为然 那么我们来看看 现在如日中天到处都在开发的 可以自由行走的内人机器人 目的就是要取代人类的工作 比如一个车间里到处都是这种机器人 几个小时就需要充一次电 如果有线充电的话 无疑会带来效率的降低和生产线的管理问题 而如果在车间里任何地方都能无线充电的话 那么机器人就可以一边充电 一边连续工作 极大的提高工作效率 这都不是996 而是247了 家庭场合也是这样 未来家庭智能化设备越来越多 如果什么都需要插上插头充电 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麻烦 每天光是充电 恐怕都会耗费你很多时间和精力 而如果家里安装了无线充电设施 就可以让充电变成完全自动的 你根本无需做任何事情 你的手机电脑笔记本 打印机扫地机器人 音箱耳机等等 就可以一直工作下去 是不是会带来极大的方便 并提高效率呢 所以未来无线充电 有可能会发展成为一个单独的巨大的市场领域 众多研究机构和公司也都开始提前布局 尤其是在电动汽车领域 根据加拿大调研公司 Nova One Advisor的报告 2022年全球电动汽车 无线充电的市场规模 约为3406万美元 到2032年预计将达到212亿美元 年复合增长率高达90.3% 美国像素林国家实验室早在2016年就开始了研究 并开发出世界上第一个电动汽车无线充电器 功率约为20千瓦 到2018年已将功率提高到了120千瓦 但他们并没有止步 通过不懈的努力 最近又大大缩短了充电时间和充电效率 可以在100千瓦的充电器上 20分钟将电池电量提高50% 充电效率高达96% 这意味着一辆75千瓦时的特斯拉Model Y 无线充电20分钟 就可以续航260公里 这无疑已经极为惊人了 那么像素林是如何做到的呢 无线充电技术主要有4种 包括电池感应 磁场共振 电场偶合和无线电波等 由于后两种方式传输功率很小 所以目前电动汽车无线充电 主要是采用电池感应 和磁场共振两种形式 像素林使用的就是第一种 电池感应无线充电 此前他们利用碳化硅器件 设计了新型线圈 可以将电网中的能量 转化为高频交流电 由此产生的磁场 可以通过气系 也就是空气间隙传输电力 在没有接触的情况下 将电力传输到车辆上的刺激磁场 刺激磁场再转化为直流电 储存到车载电池里 2018年他们就实现了120,000瓦的无线充电 效率高达97% 和传统的有线充电系统差不多 之后他们又更上一层楼 突破性的开发出了一种多项电池藕合线圈 这种线圈又轻又小 只有14英寸 线圈尚未绕阻产生的旋转磁场 可以极大的增强功率 是传统线圈技术的8到10倍 从而可以在极小的线圈里 实现极高的功率密度 最近他们使用这种线圈 对一辆现代科纳电动汽车进行了充电测试 结果在12.7厘米的气息中 实现了100千瓦 96%的高效无线充电 在20分钟内将电池电量增加了50% 是目前世界上该级别 汽车无线充电系统中最高的功率密度 研究人员形容这是一项突破性的里程碑式的成就 为电动乘用汽车快速高效的无线充电 打开了大门 然而这并不是他们的终点 他们的目标是将无线充电的功率提高到200千瓦 最终达到350到400千瓦 充电时间缩短到15分钟 甚至更短 并在高速功能上实现电动汽车动态充电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意味着像素林国家实验室 这项研究的野心极大 不仅是要改变电动汽车的充电模式 而且是要改变我们的未来 因为这正是在向着我开头所说的 无线充电未来迈进 所谓动态充电 就是在道路下面安装充电系统 为路过的电动汽车自动充电 如果这样的技术都能实现了 那么车间里机器人随时充电 家用电器随时充电 可能就是小菜一碟 未来世界真的可期了 与此同时 宝马奔驰等汽车巨头 也在采用电池感应技术 发展无线充电 宝马530Ei Performance混动 就搭载了无线充电系统 可以在三个半小时 充满9.4千瓦时的电池 而全球无线充电领域的知名公司 美国的VTricity 以及日本的丰田本田等 则采用了磁场共振式 通过两个具有相同共振频率的线圈 一个作为发射器 一个作为接收器 激发共振而进行无线能量传输 这种技术允许距离较远的无线充电 相比电池感应技术 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和充电距离 不过这些公司提供的无线充电系统 目前似乎功率都不够高 像VTricity的就只有3.6千瓦 到11千瓦的输出功率 沃尔沃可以达到40千瓦 但都远低于像素林的100千瓦 VTricity是麻省理工的衍生公司 专注汽车无线充电 已在中国和多家公司合作 推出无线充电服务 比如雨通客车 一气红旗 自己汽车和杰尼赛斯等 中国也在2020年发布了 电动汽车无线充电四项标准 中芯新能源 比亚迪 中科院电工所 华商理工大学等公司和机构 也在进行电动汽车 无线充电系统的研发和应用 值得一提的是 虽然我前面苦口婆心说了那么多 现在可能还是有很多人会认为 电动汽车无线充电是噱头 很鸡肋 效率不高 用处不大 但实际目前大多数电动汽车 插头的效率都只有80%到94% 而VTC的无线充电是90%到93% 基本上是持平的 如果像素领96%的高效率 20分钟冲50%的高速率得到应用 那就完全是碾压式的 或许真的可以推动人类社会 进入无线充电的美好未来 所以不是这世界走得太快 而是我们自己跟不上时代 前面很多人都已经跑远 你还在后面随大流徘徊 觉得什么都不可思议